作为东南亚的第一美女 林青霞的情史 也与她的美貌一样精彩 她与台湾男星秦汉 痴缠纠葛了二十年 最终却未能修成正果 反而下嫁给相恋不过一年多 且其貌不扬的富商行李员 甘愿成为她的第二任妻子 此后林青霞便隐身 做起了低调的豪门阔态 专心在家相扶轿子 直到一场熊熊烈火烧光了她十一亿 她多年来守护的豪门秘密 才终于得以曝光 一 东南亚第一美女 为何会下嫁给一个 离异大娃的眯眼抱牙男 世人都以为林青霞掉进了前眼里 但这背后却少不了 两个男人的推波助澜 1973年 19岁的林青霞遇见了 大她八岁的情汉 两人朝夕相处 很快便安生情愫 按理说 郎才女貌本是一桩幸事 但错就错在 秦汉早已经有了家事 儿子终究是抱不住火 两人在病场 你浓我浓的风声 很快传到了原配 少乔英的耳中 为了捍卫自己的婚姻 她抛下了原本大好的事业 专门跑到剧组中盯上 可爱情就像流沙 抓得越紧 反而越快从手中流逝 少乔英的严防死守 反而让秦汉与林青霞的爱情 不断地生根发芽 直到有一天 秦汉对着妻子坦诚 她爱上了年轻貌美的林青霞 少乔英急火攻心 立马打电话给林青霞 警告她不要破坏别人的家庭 可林青霞不但没有变魔 反而爽快地回应 我保证不破坏你们的婚姻 以后我不会见她的了 两个女人之间的约定 却间接给了秦汉一个喘息的机会 一方面她不愿意放弃 冒昧如花的林青霞 另外一方面 她也在试图修复 与妻子间的关系 就这样游离在两个女人中间的她 让林青霞背负着巨大的舆论压力 不堪重负的她 后来远走美国 却给了另外一个男人 一次表现的机会 在秦汉对林青霞犹豫不决的时候 林青霞身边还有另外一位护花使者 秦祥林 秦汉无法痛快地给予林青霞的承诺 秦祥林却可以做到 同样身为有夫之夫的她 干脆与妻子离了婚 追随林青霞的脚步来到了国外 在她最脆弱的时候 掏出了钻戒求婚 林青霞嘴上答应了 可心里却不从 在订婚业前期 林青霞给秦汉打了一个电话 询问她的意见 林青霞本希望秦汉可以霸道地阻止她成婚 但不料却迎来对方不嫌不淡的一句 随你便 林青霞再也骗不了自己 在隔天的订婚日上泪流满面 但即便如此 她依旧爱秦汉爱的骨子 于是才会舍得与爱她的秦祥林挥手告别 而这一边 秦汉与妻子邵乔音也随着日复一日的争吵 婚姻走到终点 离婚后的秦汉与林青霞又走到了一起 可两人的感情依旧是别扭 林青霞有着一颗少女心 希望男友能对自己事事有回应 可秦汉却不是温柔体贴的男人 从不会把女人捧在手心 记得有一次 林青霞与秦汉一起拍摄一场雪地戏 更新他耳朵树洞的林青霞 买下了一顶狗耳朵造型的可爱帽子送给秦汉 可秦汉却随手丢在一边 这让林青霞顿时有些不满 他抱怨地对秦汉说 看来你不太喜欢我买的帽子 但秦汉却没有多做解释 反而不耐烦地撂下一句 你又来了 林青霞要的安全感与浓情蜜意 秦汉不想给 也许因为他吃定林青霞很爱他 所以连表面的形式都不想敷衍 在林青霞拍摄新龙门客栈时 他被逐渐打上眼睛 紧急反港治疗 可身为男友的秦汉却爱得懒惰 不仅没有第一时间 现身照料林青霞 甚至连一个关亲的电话都没有 都说细节决定爱情 秦汉的冷漠与疏离 最终让林青霞放下了固执 反而成就了另外一种人生 二 直到看见一把大火烧光了林青霞的十一个亿 才明白 当年为何他要感谢秦汉的不娶之恩 原来成龙早已给出暗示 在秦汉分手之后 林青霞相识了香港 质疑大王行李员 两人的第一次见面 行李员不是老套地夸赞林青霞的美貌 反而聊起了林青霞此前在报刊上发表的一些关于时装的文章 并随口说出了林青霞写过的书中的一些段落 这让林青霞被感意外 随着两人的交谈 行李员也对眼前财貌双全的林青霞动了真心 在那之后行李员给了任何一个男人都无法给予林青霞的尊重与爱护 在宴会的第二天 行李员便给了林青霞送上了好几套精致的高档服装 令林青霞感到惊讶的是 这些衣服的尺码简直就是为其量身定制的 而行李员的贴心还不止于此 当林青霞在外地拍戏抱怨饭菜不合口时 行李员会立马从香港坐飞机真诚送菜去给林青霞吃 饭菜到的时候还是热的 也正是这种守护让常年在外漂泊的林青霞动了安定下来的心 在两人相恋的一年半后 40岁的林青霞风光大嫁给行李员 行李员也不失所望 耗费2000万给林青霞打造了一场盛世婚礼 当天林青霞身穿独家定制的名贵婚纱 首带高达500万港币的钻戒 就连家里的泳池都铺满了鲜花 处处都体现着行李员对林青霞的尊重 婚后林青霞并远离了娱乐圈 安心在家相夫教子 可阔太太的生活并不是那么好当的 首当其冲的就是如何与妓女行家间相处的问题 在林青霞与丈夫杜蜜月回来的第二天 她特意早起吻别行李员 没想到这一幕却让六岁大的妓女看到了 她吃醋的对林青霞发火 不解的问她 你为什么要问我爸爸 明明她晚上就回来了 说完行家倩便怒气冲冲的离开了 留下了林青霞一人感到天旋地转 在那之后林青霞便云出很多精力 用来调和与妓女的关系 坚持每天晚上都陪伴她入睡 耐心地拍背吼她睡觉 甚至在自己怀游身孕之后 也不忘提醒丈夫行李员 对行家倩要多加爱护 正是在林青霞无微不至的关怀下 行家倩终于放下了对她的敌意 等到后来林青霞分娩馋子 因为伤口疼痛而默默流泪的时候 懂事的行家倩已经会悄悄走过去 闻她的额头 用这种方式安慰和鼓励她 婚后林青霞为丈夫生下了两个女儿 分别给她们取名为行爱林和行言爱 但林青霞并未因为应有了自己的孩子 并对妓女有所疏忽 相反因为行家倩的年纪最大 林青霞反而会经常携她一起出入派对 或是探讨时装搭配 甚至还会教育自己的两个小女儿 有事要先征求大己的意见 也正是在林青霞的引导之下 三个女儿生活得非常和谐 一家人也其了融融 深暗家庭相处之道的林青霞 自然少不了来自丈夫行李员的疼爱 行李员曾经购入两批名居 为其分别取名为百看不腻和想若非非 用来表达对妻子林青霞始终如一的爱恋感觉 除此之外 在林青霞60岁生日时 行李员更是斥资11亿为爱妻打造了一栋豪华皇宫 不仅占地面积就高达5000平方米 内部装饰更是完全按林青霞的喜好进行设计 见显不落潮丘的气派装潢 屋内配置有高档的私人电影院 温水游泳池 私人画室 豪华健身房 以及小型舞池 完全让在家的林青霞就能享受到一切娱乐 然而正是这套美轮美奂的顶级豪宅 却在去年被一场大火几乎是烧了个金光 人们怎么都想象不到 林青霞会放着这套失识的豪宅不住 反而在其中养着18个庸人 以及12只狗狗 而且在着火之后 庸人的第一反应不是去抢救名贵的珠宝自画 反而是拼尽全力地抱着林青霞所有的宠物逃生 在得知着火的消息之后 林青霞竟对价值十亿的豪宅并不心疼 反而还感慨 第一念头是想拍下照片来写故事 这也难怪林青霞抱残天物 毕竟他与丈夫名下的豪宅数不胜数 价值十亿的豪宅烧了也就烧了 万幸人没事就行 而他之所以能如此阔气 离不开丈夫行李员的超能力 但要换做是秦汉 显然没有这样的资本持有美人 无法令林青霞过上如此舒坦的生活 除了豪宅住不完 林青霞与行李员对待每日的用餐也极度奢侈 据一位在林青霞家工作过四年的家厨自报 林青霞夫妇对于美食可以说是不计成本 买了一斤菜只挑其中精华的十分之二吃 而且每一顿饭都至少要煮八道菜 不健康的菜品他们也是不吃的 虽然林青霞夫妇为这位厨师开出了每年五百万的高薪 但因为每天都要构思菜品 这位厨师在工作了四年之后也是满头白发 不得不说有钱人的世界我们不懂 但林青霞所追求的还绝不仅仅只是物质上的满足 三 从演员转型当作家的林青霞 与物理学家杨志宁一同拿下了港大名誉博士学位 可风光背后为何却屡遭网友的质疑 事实上林青霞真的算作才女吗 今年四月林青霞在社交媒体上 官宣自己荣获香港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 与其一起得到这份荣誉的军事业内顶尖大佬 其中就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 而国王被授予这一殊荣的也是杨明 曼德拉 饶宗 以等在领域内有突出贡献的人物 因此吸引后在家写来无视提笔著书的林青霞 成为了无数网友质疑的对象 其实不论林青霞在影台上的光辉 他私底下对于写作也大有天赋 他曾出版过《窗里窗外》 《云来》《云去》《静前静后》等多部散文集 前借着自然朴实的文字 《窗里窗外》出版后大获成功 销量高达100万本 而《静前静后》也一度拿下散文类书籍的推荐奖 这足以证明林青霞与生俱来的才气 而林青霞本人也很努力 在开垦创作的道路上 他不辞余力地拜见文坛著名作家 包括余光中 季谢林 莫言等大人物 希望能向他们请教到更多写作的技巧 前不久 林青霞并在家款待了名家莫言 因为他与莫言都是山东人 所以相见起来并无一丝尴尬 反而彼此还用亲近的山东话拉进关系 在聚会上 林青霞还特意地 为坐在一旁的莫言素描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莫言的画像便微妙微敲地出现在了林青霞的笔下 后来两人相谈设欢 甚至一并合了影 愉快地结束了这次会面 能够与莫言 季谢林等大家成为朋友 足以见林青霞并非是徒有外表的美人 相反 他内外兼修 不仅在影坛名垂青史 如今更是在文坛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今年已经68岁的林青霞早已经渐渐地淡出娱乐圈 而作为他的好友 成龙也无意间说漏了嘴 表示林青霞不可能再复出 因为他已经过惯了阔太太的生活 不再愿意回到起早摸黑 日夜颠倒的剧组生活了 虽然已经古戏之年 但林青霞却丝毫不畏惧岁月在脸上雕刻下痕迹 他并不执着于靠医美来延缓衰老 反而坦荡地接受时间的变迁 从容的老去 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用于经营家庭与陶冶情操 房间一直流传他与丈夫情变的消息 但面对这些抹黑行李员为复心汉的不识报道 林青霞曾出面回应 他认为丈夫是一个令他尊敬的人 做很多事情都让人敬佩 看来身为丈夫迷媚的他与行李员 婚变的传闻应该也是子虚无有的事情了 有人说林青霞是一个幸运的人 不仅生来就有浑然天成的美貌 而且在年轻的时候 还与两位帅哥谈过恋爱 后来还有对其温柔被制的行李员 做他一生的避风港 可以说人生的三大姓氏都被他撞上了 但纵观林青霞的一生 其实他步伐有处事之道与大智慧 在当后母的这个话题上 他没有计较小孩子的不懂事 反而用温柔成功地化解忌妒 面对豪宅一夜被毁 他没有怨天忧人 反而是一笑而过 又幽默回应了大家的惋惜 这样看来林青霞的一生 如此传奇 也就不足为奇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